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3月20日 欢迎收看万维微博 我是Cherry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 美国去年对由中国进口产品加征的沉重关税 将会维持一段很长的时间 这番话粉碎了美中达成贸易协议后 这些关税极渴望取消的希望 在白宫 当有记者问起取消对中国所苛征的关税仪式时 川普表示 我们没有谈到取消关税 我们谈到让他们维持一段很长的时间 因为我们得要确定一旦我们达成协议 中国将会遵守 他没有多做说明 习近平和川普都面临来自本国内部的压力 习近平面临国内越来越强烈的要求 对美国强硬的呼声 此前有报道说 中方还担心习近平若3月底结束欧洲访问后 直接前往海湖庄园签约 会引发国内有关对美国服软的批评 川普则希望 尽快达成一个协议 可以在接下来竞选连任时 宣称自己在这场贸易争端中获胜 另一方面 美中贸易争端曾多次对股市形成负面影响 此前报道 美中下周将展开新一轮贸易谈判 力拼4月底前达成协议 川普的最新表态令中美贸易谈判的前景更加扑朔迷离 今年1月大连市中级法院重审加拿大公民走私毒品案将判决结果从有期徒刑改为死刑 遭外界质疑是对孟晚舟事件的报复行动 当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指出 中方有权按法律处置 涉走私毒品的家国公民 她又说 让毒品流窜社会才是不人道的做法 中国不会允许任何国家的毒贩再来残害中国人民的生命 但讽刺的是 来自中国的芬太尼相关毒品却通过走私的方式 近年来不断流入加拿大 但中国政府却采取放任态度 令加拿大政府十分头疼 媒体质疑 这可能也是中共当局报复加拿大的新利器 据加拿大政府滥用鸦片类药物特别咨询委员会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 滥用鸦片类药物导致每天有11名加拿大人死亡 追踪报道芬太尼问题的加拿大环球电视新闻指出 加拿大执法机构发现芬太尼主要在中国南方工厂生产 并通过集中箱和邮件送往北美 加拿大前驻华大使马大为表示 芬太尼危机是对加拿大新的外交挑战 中国拒绝采取负责任的行动 实际上是在杀害加拿大人 前沃代华警察局长国会参议员弗恩怀特则建议 如果中国不采取行动阻止芬太尼抵达北美 加拿大应采取惩罚性贸易行动 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表示 今年经济预新的下行压力 政府要壮士断碗过紧日子压缩开支 最新数字显示 中国七省今年共少招公务员约1万5千人 有分析生 中共未断碗之前老百姓早已哀刀 自由亚洲3月19日报道 中共官方最新数据显示 山西 湖南 贵州 山东 江西 湖北 福建 七个省份新招考公务员人数比去年少了近1万5千人 其中山西 湖南 贵州比去年少招了一半人 不过有分析指出 中共并未在其臃肿庞大的机构组织上真正动刀子 根据官方数据推算 中国现在的官民比例已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值 中共人社部2016年公布公务员人数是716万 如果加上国企和事业单位人员 总公职人员人数超过7千万 另有评论称 贸易战导致中国经济下滑 在中共未断碗之前 老百姓早已闲哀刀 华夏时报披露 从2018年10月份开始 北京每天登报注销的公司有2000家左右 上海 广州 深圳等一线城市的数量和北京基本持平 纽约时报最新的报道称 中国裁员潮已冲击到白领行业 曾经风光无限好的互联网科技行业 正在经历裁员潮 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 星期二宣布辞职 哈萨克上议院议长托卡耶夫 星期三宣示成为哈萨克新总统 纳扎尔巴耶夫的大女儿达利加 当天在上议院以全票当选为新议长 作为前苏联共产党在哈萨克的领导人 纳扎尔巴耶夫在这个中亚最主要的国家 执政近30年 纳扎尔巴耶夫辞职 标志着逐渐开始权力移交过程 哈萨克的对外政策走向特别 引起各方关注 哈萨克斯坦是中国一带一路计划的关键一战 阿斯坦纳政治学者伊兹巴耶洛夫说 中国目前在哈萨克的影响之大 几乎到了能主宰哈萨克外交政策的地步 哈萨克同时面临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 当地社会担忧 哈萨克会成为乌克兰之后 俄罗斯的下一个下手目标 哈萨克也同样爆发了 不满中国扩张的民众示威活动 随着哈萨克政局的变化 中俄两股力量的竞争将加剧 普遍分析认为 纳扎尔巴耶夫这次效仿中国邓小平退居幕后 他仍然掌控权力 而且受到法律保护和支持 美联储一如市场预期 在政策会议中决定维持利率不变 并表示今年不会再生息 FID制定政策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在三个月前的开始采取急剧的转变 委员会成员去年12月估计在2018年四次生息后 2019年生息两次是适当的 而在这波始于2015年12月的政策紧缩结束前 至少会再生息一次 然而除非情况发生显著的变化 否则现在似乎不太可能生息 在其会后声明中 在采取任何进一步生息前 它将保持耐心 FID不再生息的决定 伴随着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成长和通胀预期下降 以及失业率展望大幅上升 美式足球联盟新英格兰爱国者队老板 克瑞夫特按摩院买春案 19日出现不寻常的新发展 华尔街日报报道 佛罗里达州检察官已向克瑞夫特提出撤销控罪协议 但协议同时要求克瑞夫特承认 此案在审判时 他会被证明有罪 拟议中的延迟起诉协议要求克瑞夫特及其被控买春男子 完成与招记有关的教育课程 100小时的社区服务 接受性传播疾病筛解 并支付部分法庭费用 但之前是指出 这项协议不寻常的要求被告在查阅审查案件证据之前 也要同意此案在佛州审判时 检方会证明被告有罪 目前尚不清楚克瑞夫特和其他被告是否接受协议 欧洲联盟越来越显示针对中国强硬 欧洲联盟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召开欧华峰会时 强硬要求中国立下市场开放的现实表 据路透社20日报道 欧洲联盟向各成员国政府发文 要求各国协调立场团结一致 对中国拿出强硬立场 拿出武器 现实要求中国乃至其他国家开放市场 不再成为被歧视对待的受害者与牺牲者 消息人士称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本周访问布鲁塞尔时 欧洲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莱格里尼跟他说 欧盟政府对于中国未能履行承诺 越来越感到不耐 主要是在自由贸易层面 报道说 根据欧盟18日公布的数据 1月欧盟对中国贸易逆差增加 强调跟中国企业在欧洲享受待遇不同的是 中国不愿让外国投资者没有限制的进入市场 多个外交界的消息员透露 中国将第一次邀请西方外交官组织大兴团队 前往新疆参访 这次参访安排在3月底已经非正式的发出邀请 并特别邀请了各国大使 中国政府还没有详细的说明参访地点以及参访对象 去年 十多位西方国家驻北京大使 包括来自法国 英国 德国 和欧盟的使节 写信给中国政府 要求与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 陈全国会面 讨论他们关心的新疆人权状况 外交官员纷纷表示 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回应那封信 除了公开指责其违反了外交规范 目前尚不清楚 这次参访计划里是否包括了会见陈全国的议程 英国首相特雷沙梅20日表示 已经在当天早晨致信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克 希望将英国脱欧期限延长至6月30日 他还在英国议会表示 作为英国首相 我不准备将脱欧推到比6月30日更晚的日子 美首相同时表示 将要求议会再就其脱欧协议进行投票 但没有谈到具体投票日期 此前 英国议会已经两度否决了美首相的脱欧协议 但投票同意推迟脱欧 在布鲁塞尔峰会前夕 欧盟官员们对英国目前的政治僵局表示沮丧 并对英国推迟脱欧表示担忧 称延迟可能会使英国脱欧于5月份的欧洲议会选举时间重合 欧委会主席荣克也在同一天宣布 本周的布鲁塞尔峰会可能不会就英国推迟脱欧事宜做出决定 以上是今天的外围微博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